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今天是星期四 豬腦袋去參加考試 老船長 豬腦袋還要考試 當然要啊 不然怎麼證明他是豬腦袋 對不對 那麼前兩天的節目 我的重點就在 很多股票開小高 殺到阿呆股 那麼這個小高對於投資人來講 就叫豬頭山 對 老船長 我們最近看你節目 你都說開盤 投資人就追這邊豬頭山 收盤就收阿呆股 對不對 對啊 我不是這圖給你們看得很清楚嗎 對不對 開盤追豬頭山 收盤收在阿呆股 那今天呢 相反 今天呢很多股票是怎麼樣 開阿呆股 收豬頭山 對 尤其是AI的相關個股 等一下我們一株一株來看 對不對 這就是我平常教大家的 我說啊 我在股票市場創立了一個名詞 應該說兩個啦 一個叫豬頭山 一個叫阿呆股 那麼很多的主播呢 跟頭顧老師呢 常常會講到阿呆股 他們都忘記還有豬頭山 這是我所創立的名詞 那麼我創立這個名詞是什麼意思 就是很簡單 讓投資人馬上一秒鐘就記住 而且記一輩子 但是呢 當他有一天離開股票市場的時候 他會想啊 他這一生在股市啊 就跑這兩個地方 一個叫豬頭山 一個叫阿呆股 然後呢 他這一輩子做股票 都是追豬頭山 然後殺阿呆股 最後你會記得 沒有錯 骨骸老船長 我覺得他非常好用 每一天都在考驗著 所有的投資朋友 因為每一天的行情裡面 都有所謂的 豬頭山跟阿呆股嘛 對不對 像今天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豬頭山嘛 這個咧 這阿呆股嘛 你操作旗子的 早上這邊做多 對不對 收盤 斷頭啊 很簡單嘛 那今天很多的股票 他不是這樣子喔 他是 反方向過來 而且是你們 看衰小朋友 看衰小叮噹 什麼股票 AI個股 對不對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大盤 剛剛給各位看到了對不對 哇 開盤就一路殺嘛 對不對 最後小跌 218點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台北股市現在是王冠什麼 各位看 有沒有 王冠黑情導播照最近 台北股市今天正式翻空 前面這邊翻多了一下 這邊又怎麼樣 翻多了一下 最終還是抵不過 可能是中空的格局 你要小心喔 當台北股市短線有辦法翻多 但是翻的時間很短 不夠長的時候 後面跌幅可能會加大 也就是所謂的中空格局 各位看喔 現在這個地方看清楚喔 這個地方已經是一個大頭大頭 下雨不愁 人家有閃我有大頭 這個頭部非常的大 然後呢 這個地方是一個底部 各位自己看 距離呢 底部來說 喔 這個小朋友都知道 一萬六千點喔 應該是守不住的 所以你不要怎麼樣 山上滾下來一顆大石頭 你想要用你的手把它給擋住 撐住 那你就是廁所裡點燈 欸 早死 明白嗎 你要很有技巧性的喔 去避開 尤其喔 在這個末跌段的時候 會跌很凶 對不對 我們知道之前呢 AI已經先跌了一波了 所以今天呢 AI它給你反著來 它呢 開在阿呆鼓 收在豬頭山 不相信喔 我們就一豬一豬來看 好不好 首先嘛 我們就看什麼 2301的光寶科 欸 好 各位看喔 光寶科 今天呢 是像毛毛蟲一樣 對不對 隨便你怎麼操作 不大會賺賠 是吧 它也是AI個股 好 它是AI裡面 今天漲的 比較最不像AI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什麼 看大家熟悉的啊 2376 2376 這個是什麼 紀家 對不對 那麼紀家 今天呢 開盤殺在阿呆鼓的 一堆人 收盤 收在當天的豬頭山 叫救護車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老船長 台北股市是長這樣欸 收這樣 對不對 啊為什麼 2376倒過來 你想不明白對不對 很簡單嘛 它之前已經先怎麼樣 先跌了嘛 怎麼這麼笨 怎麼這麼笨呢 是吧 但是你要記得我的話 你注意看 來我們看2376 紀家 有沒有 王冠黑已經好一陣子了 我說過 他沒有翻上王冠紅 就永遠只是反彈 包括今天 他也是反彈 各位看我測標 反彈到哪裡 講真的 你自己有紀家的人 或是你的老師 帶你買紀家的人 你去問他 那他可能會乖 秀秀 一定解套賺錢 2月30號 永遠記得 話術都一樣 那麼 你不要相信他的鬼話 他帶你買紀家 紀家跌了半死 對不對 今天怎麼樣 小反彈 你這個什麼時候 猴年馬月才會解套 對不對 所以我測標寫 反彈你要站在 賣方 那老船長他有沒有可能 翻成王冠紅 我看機會不大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簡單 因為台北股市 翻成空方架構 你要知道 覆巢之下無完卵 對不對 當整個大盤又短線 翻成空方架構的時候 你這些本來就跌了半死的 弱勢股 這是弱勢股沒有錯吧 難道是強勢股嗎 對不對 那 反彈你要選擇站在賣方 我知道你要問什麼 可是老船長 我們距離解套 還有十萬八千里之遙遠 那是你家的事 懂嗎 nothing to do with me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不是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我是好意跟你講 提醒你不要做夢 技嘉已經跌完了 沒有這一回事 大盤短線翻空 我再讓你看一檔股票 叫做2330的台積電 這個跌得比技嘉還要兇 AI所有的股票都跌不贏他 老船長 聽說台積電也是AI 對 台積電也是AI 有沒有人敢講台積電 是一家不好的公司 有嗎 沒有人敢 所以盤中連線大老師有沒有 跟那個主持人一搭一唱 大老師就跟主持人說 台積電的甜蜜點來了 甜蜜點聽得懂吧 就是你買了一定會長的 叫甜蜜點 這邊我聽膩了 有沒有 那位仁兄每天都跟主播說 甜蜜點在這邊 不要殺了趕快買 是 相信他的都死光光了 所以我常講我叫你們盤中看財經節目 看看就好 當作打發時間 因為有時候看盤很無聊 有個聲音在那邊 對不對 你不要當真 裡面人講的人都不負責任的 對就像群創3481 現在剩多少錢 13塊多 講的人是買20幾塊的 懂不懂 腰斬 這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所記錄的 尤其是他的會員 但是怎麼樣 每天繼續連線固定咖 對不對 反正就跟你們說AI不好 因為他沒有買AI 懂不懂 然後他跟你講的都是死 東西 你看台積電 2330 給你看一下 請導播照最近 台積電翻空第三天了 你還在睡覺 老船長 這邊有翻多 那要怎麼樣 憲法規定短線台積電翻多之後 就不能夠再翻空了嗎 有規定嗎 老船長好像沒有規定 那就對啦 一切以什麼為準 以王冠AI系統為準 個人感情都不要給我帶進來 不要因為你買了台積電 然後你就看好台積電 大部分的投資人都是這樣 而且台積電是和其GEO的公司 訂單接都接不完 對不對 人家國家的總理還要來台灣要單 拜託 一個字就講完了 所以我常常跟你們說 股票不是只有看基本面的 懂不懂 很多老師說 基本面不重要 技術面才是王道 講這個都神經病你知道嗎 做股票看技術面就好了 250 技術面很棒 結果呢 財報公佈掛掉 那你技術面來不及反應 對不對 所以技術面跟這個基本面都很重要 有的老師他不懂基本面 他就強調他技術面就可以了 不要相信這種鬼話 會害死你 你什麼時候聽老船長會這樣講 我告訴你都很重要 股票市場面面俱到 技術面 政策面 對不對 籌碼面 心理面 我告訴你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寫過了 八個層面影響股票市場 老船長這麼複雜 廢話 所以大學經濟系教授 搞財務的輸到脫庫很正常 因為他只會那一套 其他面他都不懂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古海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投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響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歸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帶領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名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好 那麼 所有的AI個股 都是王冠黑 包括這一檔最強的3661 股王之一的叫做怎麼樣 四星KY 兩千多塊 一張兩百多塊的 我們現在 一樣來看一下 我們的王冠AI系統 3661 看到沒有 請導播照鏡 今天正式翻空 四星KY 很強沒有錯 我講的 覆巢之下無完卵 它已經撐了很久了 很多AI都跌得半死 像技嘉 有沒有 這個已經跌得半死了 然後呢 四星KY才剛剛開始跌 今天再跌 就翻成王冠黑了 不要再買四星KY了 懂嗎 這個3661 今天很便宜 趕快買 對不對 跌到這邊趕快買 買完你明天可能就爽死 嘿嘿 我們看了幾檔 沒有一檔是王冠紅 對不對 我們還要再繼續看 2382的廣達 這一支有沒有 0百0 因為他變成台灣首富 幹掉郭台銘 看到沒有 從頭到尾 超過一個禮拜的交易日 廣達都在王冠黑 不曾翻紅過 他算是很強的吧 對不對 還是王冠黑啊 但是你看今天 有沒有 找盤賣的人賣在相對低檔 雖然收不是很高 可是相信賣在這邊的人 心情應該怎麼樣 很欲阻 大盤殺這樣 我的廣達既然是收紅的 平常大盤漲 我的廣達收黑 搞死人了股票 對嘛 所以我常常說 你股票不要殺在阿呆股 你要殺對不對 不是說不行 空頭架構的股票你要殺 你要殺在空頭反彈的地方 所以各位看我的測標 反彈你要站在賣方 老船長我賣的還是不能解套 再講一次 那是你們家的事 Nothing to do with me 跟我無關那 廣達又不是我帶你買的對不對 你的老師不管你了 我在這邊做公益 是不是他做生意 我一租一租的幫你們解答 是吧 那你把我的話記住就好 因為台北股市 已經是空頭架構 台積電領先大盤 早就翻空了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來看看金融股 之前靠金融股撐盤 2882 金融股王 各位請把你的眼睛張大 國泰金今天正式翻空 請照鏡 看清楚了 AI電腦AI不會騙你 天王級的權重股台積電翻空 而且比大盤還要提早了兩三天 那麼國泰金今天翻空了 你還要等誰啊 等那個紅海嗎 順便給你看一下 2317啊 這個笑死人了 創辦人跑去選舉 參加總統大選 我常講嘛 郭董大概是選好玩的 他也知道選不上啊 人家就是有錢啊 怎麼樣連署了不起啊 錢扎下去 連署就成功了 而且民進黨會幫他 沒有啦 開玩笑 我們的節目不談政治 好不好 雖然老船長對政治是很了解 但是我不喜歡談那一塊 就像每天那個政論節目 台灣有一個政論節目 不用我講是哪一個節目 吵得要死 那個主持人跟神經病一樣 每天鬼吼鬼叫的 來賓有樣學樣 我跟你講那種節目都不要看了 他們就是要搏眼球 拼收視率 然後把整個社會風氣都搞壞掉 我盡量建議大家不要看政論節目 你覺得一個黨做的好 一個政府做的好 你就繼續投票支持他嘛 做的不好你就不要支持他嘛 那好不好是每一個人感受不一樣啊 有些人因為這個政府執政之後發了財 他當然覺得好嘛對不對 那有的就很落魄啊覺得不好 所以每一個人感受不一樣 你就把你自己最真實的感受去投票 盡量不要受到別人的影響 這樣算不算拉票 哈哈開玩笑了 距離選舉還早了 好 那我剛剛講過要一珠一珠來 我講話算話 接下來大家想看什麼 看秦城對不對 82110 有沒有 哇殺的很低 收盤小跌 對不對 來 有沒有 也是空方架構 老船長 你從節目上半段看到現在每檔都是王冠黑耶 對啊 怪我嗎 那事實如此 我能夠拿來騙你嗎 不行嘛 對不對 我是講真相 你的老師很好笑 帶你買AI賠了一褲子一屁股 然後殺在阿呆股 然後騙你說現在有新的AI 來 但是我智商很低呢 還是說 我好歹我也是三張分析師證照 國內放眼望去 只有我一位吧 我連對岸的分析師證照都有 真實考取 你的老師說有 叫他拿出來看 對不對 整個檯面只有我一個人有 三張分析師證照 我怎麼不懂什麼還有新AI 舊AI 我不是跟你講過 很多AI根本就在那邊蹭一下 就說是AI了 那叫新AI 你的老師為什麼要講新AI 就是舊AI 你跟他已經輸死了嘛 老船長你怎麼知道 你的老師就是騙子 我怎麼會不知道 對不對 這讓我們想到什麼 阿拉丁神燈 新燈換舊燈 趕快我們家那個爛舊燈對不對 來換那個新燈賺到了 這是我們小時候學的 聽到的這個 童話神話故事嘛 什麼意思 那個來換燈的就是騙子 對不對 他要拿他的新燈 來換你那個真正是寶藏的舊燈 那這騙子的手法嘛 還有新AI 趕快參加 對不對 就新AI你去買 又是死 老船長怎麼會這樣 只怪你是豬腦袋啊 對不對 還有新AI 舊AI啊 笑掉大牙了 你盡量去告檢掉單位 你的老師就是個騙子 我坦白講 對不對 當航運股摔死的時候 腰斬腰斬再腰斬一定有他嘛 那一波死最慘也是你的老師嘛 我們怎麼會不知道呢 大家都曉得 那你不要期待你的老師會改邪歸正 不可能 有些人天生就是騙子 騙一世人 他相信沒有地獄 也沒有六道輪迴這件事情 我個人是相信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千萬不要說謊 懂嗎 好 那麼還有更強的叫 3324的雙鴻啊 老船長那時候說 只有這一隻是王冠鴻啊 不好意思啊 來 沒有天底下沒有永遠的事情 看到沒有 他已經翻空第二天 請導播照鏡 是第二天 昨天已經翻空了 雙鴻 但是呢 今天有人把他殺在阿呆股 收盤收在豬頭山 你看到這邊有沒有一種感覺 沒有錯 AI個股 今天的走法跟大盤 為什麼完全相反 就是因為他們之前 跌得比大盤兇嘛 所以他今天給你倒過來嘛 讓你殺在阿呆股嘛 那老船長的意思說 你就算是王冠黑 你要等他反彈的時候 站在賣方 那至於說哪一個點 會是他反彈的滿足點 那你去問你的老師啊 除非你是我的會員嘛 各位懂意思了嗎 好再看3017的齊鴻 我要讓你心服口服 所有的AI都是王冠黑 像這個跟雙鴻就不能比嘛 更弱了 對不對 弱到不行嘛 好 3017有沒有 很多人受不了 早上把他砍了 收盤又昏倒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還有見準啊 2421有沒有 見準今天跟光寶的走勢一樣 但是呢 在我們的這邊來看 他一直在怎麼樣 王冠黑沒有錯吧 極為弱勢嘛 對不對 還有一檔是什麼 我就故意最後再講 3231偽創 是不是 跌的也不夠多啦 漲的也不夠多啦 但至少很多人想說 偽創是不是賣錯了 其實也不會喔 注意看喔 3231喔 注意看喔 偽創很弱的喔 不要亂來喔 他的難兄難弟 叫音業達2356 直接給你看 有沒有 都沒有翻成王冠紅喔 換句話說 你本身要有一套系統 讓你很清楚 今天就算是開低收高的 這個AI個股 他們並沒有要怎麼樣 變成多方市場 反而你接下來要找怎麼樣 反彈的點趕快賣 就算你賣了會賠錢 你還是要賣 聽老船長的話 大盤翻空了 台積電早就空了 國泰晶今天翻空了 AI個股沒有一檔是王冠紅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一定要怎麼樣 安裝這個系統 我怕你到時候 又再去亂買股票 而且反彈還不知道要賣 每天就期待你的老師 帶你解套 最後再講一次 他一定說猴年馬月 懂不懂 而且是2月30號 不要再被你的老師糟蹋 不想再被你的老師糟蹋 很簡單 明天開始你的桌上 要有一套王冠AI系統 很簡單電話在旁邊 打電話進來 明天開始 你就是鼓神 5 4 3 2 1 開始撥打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